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家製的薄餅一定比在街上賣100萬倍 因為自己製的薄餅底部 可以控制自己喜歡的厚薄 而且喜歡放任何材料都可以 今天會放一個 大家未試過的材料 就是藍莓和芝士 是一個甜薄餅 材料當然是麵粉 這是高筋麵粉 高筋麵粉 是用來做麵包用的 就是它 還有這個 酵母粉 其實是活的酵母 所以稍後會有一個 其實酵母有一個味道 是其他假的法粉 沒有辦法取代的 就是酵母的香味 兩種芝士 這個是Parmesan芝士 即是芝士粉 那種 我們就把它拌勻 這一種是Moszarella 即是水牛芝士 就是吃薄餅的時候 令到一條香柳膠 黏黏的那種 就是來自Moszarella 這個是藍莓 好 漏了 其中一個主角 就是忌廉芝士 其實呢 如果你懂得做這個 薄餅這個底 其實就說你懂得做麵包 一樣原理 當然不同的麵包 有不同的做法 手工上面 但都是大同小異 首先這個是活的酵母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小碗裡 然後 由於它是活的酵母 所以它要吃東西 我們就放少許糖來餵它 少許就可以了 通常一包酵母就7克 放大約1茶匙的糖來餵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要加些暖水 給它 弄到它 徹底溶解完之後 我們就等了 等那些酵母睡醒覺了 什麼為之睡醒覺呢 因為時間關係 我預備了給大家看 睡醒覺那些酵母就會這樣的 它起了泡泡 因為它會製造出氧化碳出來 它就會成為這樣的泡泡 這樣就代表酵母就很生猛了 這樣為之睡醒覺了 我們就等它一邊睡醒覺 首先呢 就把粉倒進鍋裡 一樣的 你也是在中間開個小小的火山頭 然後呢 就把你已經睡醒覺了的酵母粉 在中間 倒進去 那你還要預備點水的 那水呢 大約有750ml 那我加了酵母 那我們就在中間這樣 搓它 搓它 搓到酵母 跟麵粉一起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中間慢慢加水 逐點逐點這樣加 好了 這個粉糰呢 搓到差不多了 你仍然很有黏性 這樣還未可以的 就是將它變成一個波 之後呢 我們呢 就要回到一個大砧板 然後放少許粉 然後呢 就可以搓它了 為何要搓它呢 就是搓到它有彈性 和搓到它有筋性 起筋 那麵包如果不起筋 它就不會有那個煙韌的味道 所以這個動作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麵包要令它有彈性呢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 那個動作 每一次 這樣推開它 接著轉90度 再推 接著 這樣就轉90度 這樣 好 去到差不多了 之後呢 我們就要 搓它了 怎樣呢 拿著它 搓長它 推 摺 然後 怎麼來之OK呢 就是按下去有彈性 還有呢 你可以撐到一塊薄膜出來 然後 就把這個 搓好好的粉團 放在一個碗裡 蓋住一張保鮮紙 如果是夏天的時候呢 你就這樣蓋住保鮮紙 在室溫裡面 不要吹著冷氣 因為那些烤霧要做事 在室溫裡面 大約放一個小時 這個呢 就是已經做了一個小時 剛才是一樣那麼大的 現在 你看看打開保鮮紙 就是變成了 這麼大的 你看到呢 這些呢 就是那些起筋的筋性 這個時候呢 都還未可以做那個薄餅 我們仍然是要 灑些粉 在工廠袋上 然後把整個底部 拔出來 我們再 把它拆 這個尺寸呢 其實已經可以做兩個薄餅 的餅底了 我們就把它切開一半 我們把它切開一半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拌成一個薄餅的形狀 我們就把它拌成一個薄餅的形狀 我們在薄餅上面呢 我們在薄餅上面呢 灑一些麵粉 防止它黏得太緊要 這個甜薄餅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可以加果醬 這個是一個雜妹的果醬 當然你不加也可以的 因為那個芝士已經夠黏在一起了 然後呢 我們就放Cream Cheese 好 然後你就放藍莓 放好藍莓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這個 Mozzarella的芝士 最後呢 就是這個Parmesan Cheese 就是芝士粉的一種芝士 其實呢 preheat的時候呢 應該將這個Pizza Ston 一起放進去煮熱 好 好 那這個Pizza 這樣就焗完了 好 好 好 to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